嗨大家好 今天這個主題呢就是我其實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拍 但是我最後還是決定來拍的一個主題 就是我最近喜歡上一檔非常非常喜歡的韓國綜藝節目 叫做Street Woman Fighter 我不會太詳細的介紹裡面的一些內容 因為我今天主要主要 這支影片就只是為了想要介紹我心目中的No.1 Monica 我連唸出她的名字都覺得很開心了 大家都會去Google自己喜歡的節目綜藝節目 還是明星藝人 你會Google嘛對不對 所以我想說我要為她來製造一點點的小流量 所以我今天就來錄這支影片 如果要介紹Street Woman Fighter這一個節目的話 簡單來說 她就是邀請了很多不同的女舞者 然後來參加這個綜藝節目 然後大家就是互相Battle啊 比賽啊 展演 也沒有展演 但就是很多的Performance 然後觀眾投票啊 就是Mnet吧 Mnet的老技巧就是要觀眾投票啊 然後決定名次啊 這些諸如此類的 我就想她是 以前Mnet之前做的很多produce系列 然後主角改成舞者 最後就是稍微簡單帶過一下 他們總共有八組的舞團 然後 我可能會用一個比較韓國發音的方式來講他們 所以總共有 Want Wavey Lachika Cocca and Butter Hansey Holyband Hook YGX 還有我們的Prodmon 對 沒錯 我要介紹的就是Prodmon 那Prodmon裡面的Monika Prodmon的隊長 Monika 我真的太喜歡她了 我覺得這一個 這女人真的太棒了 好 我先說 她其實第一集就是 在Battle的時候 然後我就其實就覺得 這個大姐怎麼回事 就是一直在點評人家 然後她是Mnet的剪輯 你們也知道嗎 那種仇恨剪輯 你知道我們這些人對全部了解嘛 所以我們也不知道 她到底是大前輩呢 還是什麼樣 我們不知道 就只知道一個外貌看似 看似有點年長 很以為在點評人 你們知道嗎 就是這樣說 我覺得這一組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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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直瘋狂的點評人家 然後我們幾乎每一組 只要有被仇恨剪輯到 都有她 所以那時候我對她的印象就是 嗯 這人到底是誰啊 我原本還以為她不是參賽者 我以為她只是什麼 例如外面 外面找來的一些 評審老師之類的 所以在那邊點評 後來發現沒有耶 她也是參加的一個參賽者 好 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進入主題 我會從 從整個比賽 每一個階段 然後來分享 就是莫妮卡 她在這期中 帶給我的一些感覺 跟她的一些表現 我們先來介紹 Prime Month這個舞團 那這個舞團 它其實就是一個 女性舞者的 自尊心 自負感的那一種 感覺 第一集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他們的那個 打氣的模式就是 恰君感恰君感恰君感 就是 欸我好犧牲喔 為了這支影片 就是女生的 插君感 你們知道嗎 Prime Month 所以 他們是一個非常 就是讓我覺得 真的女性很堅強 然後 很有自己的想法 就是現代女性 我覺得很欣賞的一個地方 展現出一種 女性的堅強 獨立自主 跟能力的這一種感覺 我就覺得 好欣賞 好吸引我 接下來呢 我就會按照整個比賽的流程 去主一的介紹 Monica她沒有比賽到最後決賽 所以他們就只有從 Battle 然後 隊長分級 然後 那個叫什麼 指定Wars Dancer 然後還有 四大天王 然後 Mega Crew 然後 Jesse 歌曲的比賽 然後最後就是 男女魂物 這些是 Prime Month 他們有參加到的 比賽 從第一次的 Battle開始 那Battle的部分呢 說實在的 我在 那一集的 上半部分 我就對這個 叫做Monica的人 是非常感冒 為什麼呢 因為 Mnet的剪輯 你們也知道 就是很仇恨剪輯啊 因為點評的台 真的蠻犀利的 就是因為太犀利了 你不覺得他會是 一起參加比賽的人 殊不知 他竟然也是 來參加比賽的人 然後 我完全認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 他 你知道就是 他們在點評採訪的那個 他那個裝扮就是 頭髮也沒整理啊 然後臉 就是也素素的 然後穿了一身黑的衣服啊 可是當天就是 Battle的 那個環節的線 他整個 華麗妝容耶 就是頭髮也搞好 然後衣服整個 大漏尖 然後就是 整個人 華麗到一個瘋掉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 哇 這姐 打扮前打扮後 有差哦 就覺得 有注意到這個人 畢竟 Mnet給他 蠻多的那個 份量嘛 所以要不注意到也很難 那最後就是到Battle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對YGX的 耶 你 Bgirl的那位女生 就是他 就跟他說 姐姐幫你贏回來的時候 太讓人覺得心動了 這位姐還蠻帥氣的哦 這位姐犀利蠻點評的哦 就是在 停留在一個這位姐 還不錯的概念上 但是並沒有很喜歡 因為那時候 最吸引我的是YGX的 Legion 所以 還沒有到 很 很注意到 Monica 這個人 那再來最後就到了 芬吉 Battle 芬吉 Battle 就更 不注意到這個人 很明顯的感覺到 他可能不是很適合 就是 黑媽媽的這個五種 所以 他 並沒有很吸引我 然後我的目光 一直到那個時候 還是 非常非常的 膠著在 Legion 這個人身上 但是 我覺得我這個人哦 有點太外貌導向了 長分級之後 他們就要指定Wars Dancer 就是在那個 錄影長間 Monica 她 我覺得她打扮的 實在是太漂亮了 你們一定要去看 哦 不要去看 我把這邊放在這裡 就是 驚為天人的 外貌 我自己這麼覺得啦 就是 那個時候 完全展現出了 這個人 骨相的一個美感 就是 我整個就是 哇 愛上了 我的天 那時候 打從心底的開始 注意到這個人 再來之後 就是到了 四大天王的這個任務 那四大天王任務就是 會有四首 就是 呃 藝人的歌 然後 這個八組的人呢 就各自去選 各自的對手 然後 他們的歌曲就是 CL的 Doctor Paper 我其實從來沒聽過這首歌啦 但是呢 就是 Monica的那個編排 那個舞蹈 真的是 我跟你講 我當初是被她的外貌吸引 被她的那個 氣度 態度吸引 在了四大天王 Dotter Paper 這個任務的時候 我完全被她的才藝 就是她本身身為舞者的那個 能力 專業 吸引 你知道 大家真的要去看 我在一樣 再把照片放在這裡 這個 這個表演真的太棒了 你知道 我看完那個表演之後 我就整天腦袋裡面都是那個 CL那個聲音這樣 Doctor Paper Doctor Paper Doctor Paper 就是一直都是那個聲音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 他的那個動作 我覺得 太厲害 然後最後那個 真的是讚 OK 一定要去看 大家 這有那個之後 我就覺得 我就完全被這個 有實力 又有顏值 又有態度的女人 完全給吸引了 網路上都說什麼 莫妮卡就是分分鐘中 在掰彎 你的人 欣賞 太欣賞她了 四大天王任務 就有算到 就是觀眾投票 就是她點擊率 再乘上 喜歡的那個人數 所以其實 喜歡人數 是這樣很大的比例 類似這樣 但是Paramore就是 我們就像我們這些外國人 我們完全都 不知道是誰 莫妮卡 我也不知道是誰 我連身邊叫 莫妮卡 這個英文名字的朋友 都很少 Anyway 就是 發現她其實 點擊率 就是也不錯 喜歡的人也很高 所以她那個時候 在四大天王 得到了一個 還蠻不錯的名字 證實她真的是很有實力 然後她的表演 也確實 確實非常棒 OK 所以 結束這個之後呢 就進入到下一個環節 就是Mega Crew 就是大型演出 我跟你們說 如果 在四大天王的任務 讓我知道 莫妮卡是一個很有實力 很吸引人的舞者 隊長 那Mega Crew 就是在我心中 把她抬到一個 神級的地位 你們知道嗎 就是 哦 你們一定要去看 我一定要把照片 再放在這個地方 就是 這個展演 很不得了耶 Mega 真的是我最喜歡的 就是她 她很會 這種就是鋪陳故事 把故事 結合藝術 融合在舞蹈裡面 然後他們那個 隊伍轉換的那個 哇靠 大家都說什麼 八秒鐘畫一次隊形 很精采 你看到他們這樣 然後就是 然後最後 他們是手放下來 然後一拳在地上 掙扎 那個時候 我就覺得 哦好棒 然後最後結尾 回復那個隊伍的時候 也很棒 所以 我必須想說 這真的 她真的很優秀耶 網路一致好評 就是好評她的這個 這種 這種態度 就是不畏鏡頭的 嚴格態度 然後也好評她 這個展演的 安排 就是很棒 大家一定要去看 所以最後呢 就是 當然因為她表現的 這個展演非常棒 所以她也是 很明顯 就是在安全區 就是晉級到下一個階段 然後就是 韓國有個女 女歌手 叫做Jesse 他們就是 針對她的新曲 叫做Cobler 就是有點像是Casting 就是 呃 就是Casting 叫什麼啦 就是 呃 每個人就是 提案 提案好不好 提案這個 這個舞蹈 然後看 Jesse要不要採用 那 其實 那個時候就是 嗯 她真的走了一個 蠻 獨樹一致的風格 必須得說 那個時候我也 替她覺得很害怕 因為我覺得 這個可能真的 大眾不太喜歡 但是 什麼叫做腦粉嗎 我這種人就叫做腦粉 經過前面 我已經徹底愛上她之後 她就算Jesse這個東西 做得再 嗯 比較特別一點 我以為會覺得 人家就是這麼特別 本來我也覺得 Monica她本身的風格 就是 Promant這個舞團的風格 跟Jesse本來就不合了 所以其實我完全可以理解她 會用這樣的 Promant式 去呈現這個歌曲 那只是 呃 這個歌手 她可能本來就 不適合這個 這個 這個風格 所以 就是不意外 她名次其實沒有那麼高 因為她們其實是要兩個加起來的 就是 Jesse的這個 歌手的分數 再加上下一個 就是所謂的 男女合作 魂舞的 這個環節 這兩分數加起來 會成為 呃 下一階段 進擊與否的 痕跡 對 那 當然Jesse的這個東西 表現就不是 就是大眾可能接受都不是那麼高嘛 Anyway 就是 我先講到男女 魂舞的 這個比賽環節 Monica又再一次 展現了她 獨特的風格 呃 Promant想要傳達的就是 更深一層的意義 所以她男女魂舞 她其實只找了一位 男性舞者來 你說她舞者好像也不太準確 她其實就是有一點 變裝皇后 對 她其實那一位是一位變裝皇后 吧 我記得她 節目 反正節目組 呈現給大家的樣子 她就是一位變裝皇后 那 嗯 Monica 希望可以藉由這一位變裝皇后 去呈現出 就是 男女魂舞的更深層的一個意義 然後她們的表現也是 跟其他組不太一樣 她是以一個獨白 就是女性宣言的那個獨白 在一路演到最後 變裝皇后 大家都知道吧 對不對 就是她們都會很擅長對嘴 她就是以那位男性變裝 不是男性 那位變裝皇后 就是一路對嘴那個 呃 然後覺得很難 覺得很堅塞 所以這個其實就有一點會影響到 呃 觀眾投票的部分 所以 毫不意外的 光是 JC 哥這一塊 這一塊已經就是 很特別的方式呈現了 然後 男女魂舞的這個環節 她也是再次展現了她 很特別的一個風格 哎 反正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說實在 在這個環節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還蠻替Polamont跟Monica 感到有點難過的就是 因為這三個評審可能 我自己 講啦 我覺得這三個評審 他們可能還理解不到 那麼透徹的東西 再加上她全程講英文 又沒有字幕 所以三位評審又不會英文 所以聽不懂 那就導致他們也不能理解說 哦 原來這個就是 呃 女性先緣 或者她到底代表了什麼樣的意義 就是 這個東西 需要太大的知識量 可惜他們沒有辦法吸收 或者是get到這個知識量 導致他們做出的評價 會讓人家覺得 好像這是一個 不知所以然的表演 所以最後結果呢 就是 JC 新歌 跟男女魂舞的 總合的成績 就是不是很好 再加上評審的成績 也是給了倒數 第二名 整個總結加下來 他們的名次就是 最後一名 然後 他們到了那一集的 比賽規則 就有稍微調整 因為之前都是 呃 兩個隊伍會做battle 然後最後battle 輸的那個隊伍 就是淘汰 但是到了那個階段的淘汰流程 就是 呃 總共會有三個 倒數三個隊伍 然後最後一個 到倒數最後一名的是 連battle都不能battle 就要直接被淘汰 然後是倒數第二跟第三的 可以battle 我就想 因為Promise最後一名 所以他就 battle的機會都沒有 他就被淘汰了 其實我覺得超可惜的 因為 他們battle其實準備的超級認真的 而且蠻精彩的 不過就像我們某姐所講的 如果他們battle的話 他們就一定會 所以 很快速的介紹完了 就是 莫妮卡 這一個 這個人 我有介紹他這個人嗎 我只是介紹了 我愛上他的過程而已 所以 總結來說 就是 他就是非常的 你知道有 顏值 顏值在線 實力在線 腦袋在線 態度在線 精神在線 什麼都在線 好耶 那其實呢 所有的 Straight Woman Fighter 的參演者 尤其是隊長 包含我們的 莫妮卡 他們都已經有參加過 非常非常多的綜藝節目 所以有興趣的人呢 都可以再去找來看看 你們就可以發現 更多他們不一樣的一面 尤其是我們家莫妮卡 我們家都出現了耶 他真的就很棒啊 所以 當然 我可以先挑釐 基本上各大的綜藝節目 他們都有參加 像Running Man啊 認識的哥哥 講中文很奇怪 認識的哥哥 認識的哥哥 然後全職 全職是他跟Lipzay一起參加 Lipzay也是一個很讚讚 他是那個 walking界的那個 權威舞者 但是他在那個 裡面就 欸 他有他自己搞笑喜劇人的潛質 然後他的頭像 IG頭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莫妮莉卡 我覺得超像的耶 OK 找回重題 啊 全職 然後還有那個 You kiss on the block 就是 韓語發音啦 然後還有 文明特輯 還有什麼啊 還有那個 黃金魚場 是這樣唸嗎 對 黃金魚場 然後 還有 家師傅 對 就很多 應該就這樣 然後還有一些 一些 一些廣播啦 一些廣播節目也有 就是 很多 大家你們看 我唸出來的 應該大家各位都看過吧 這些中文節目 所以你們真的拜託 KG 好好的 看一下 有莫妮卡的地方 而且 這邊小小插播一個東西 就是整個 3women final演完之後 隔了幾週之後 他們又又又又又出了兩集脫口秀 然後我們家 莫妮卡呢 就跳了兩首歌 我嚇到一個瘋掉 第一首歌呢 就是 呃 少女時代的G 圖片一樣放在這裡 我真的是 驚為天人 就是你知道 像那種 很薩 或者是很 很帥氣的人 突然間他 風格大變 走一個甜妹入線 真的會讓人覺得很心動耶 各位 而且 少女時代的Yuli 她還有就是 呃 轉發 很開心 大家看到了啦 然後最後最後 第二個 她表演的 女團舞 就是 尤家欽谷的 怎麼唸啊 Megesto 就是ME什麼的 Megesto 反正你們大家都知道 就是 讀讀讀 讀半天的那個 那個真的是 大家都說什麼 大家都說 大力出青春 她真的就是大力出青春 太吸引人了 各位 我看你們一定要去看 她這兩個舞蹈 真的是會讓你 就是 你知道 帥妹變甜妹 那個路線啊 會讓你覺得 真的是淪陷下去 我本人淪陷啊 我徹底淪陷 所以我會覺得 Monica真的是一個 寶藏舞者 大家真的是可以狠狠的去 把她 挖一挖 今天的介紹呢 就到這邊了 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去關注我們的Monica 她的 IG在這邊 然後她們的舞團呢 其實也有Youtube頻道 在這邊 那其實呢 她們聽說 在明年的時候呢 她們會為PRODEMONT 去設立 Youtube頻道 那大家 一起持續關注吧 掰掰